台北市松山区国中有一名学生确诊 全校紧急的日放性停课一天 但是考量到这名确诊的学生 有参与足球校队 球员们都是分布在不同的班级 日放性停课也增加到五天 今天学校在下午也召回了学生来做筛检 而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更是亲自到现场视察 说结果会尽快出炉 要大家安心 因为在短短一天之内 台北市松山区就有两所学校紧急停课 让周遭的师生也非常的担心 而台北市教育址还特别跟附近总共有19间的补习班 还有安心班沟通 在今天紧急的停课一天 明明是正中午 学生们却顶着大太阳等候教号进校裁剪 台北市松山区这所国中9号晚间传出一名学生确诊 为了防堵疫情 班上29名学生居隔停课14天在防疫旅馆裁剪 其余624名同校生紧急预防性停课一天 后来又延长到5天 时候下午全部返校筛检 我觉得非常紧张 我觉得很害怕 我怕会痛 就突然学校有一个学弟确诊 就有点吓到 听闻有同学确诊难免紧张 但确诊的青年级学生 其实住在中山区 却跨到松山区上学 但妹妹还留在当地念小学 因此中山区国校也预防性停课一天 而他课后参加的西人家教班同学 也全数列入匡列名单 同一天松山区另一所学校 因为一名转学生 曾跟确诊同学同班 他的班级也预防性停课一天 这样周遭6所学校相当担心 要学生扛书返家 以防随时停课 台北市副市长两度到国中视察 要大家安心 防疫旅馆的居家隔离的会先演 会希望那个快一点 疫调的部分也正在进行 一个一个去做确认 所以请各位放心 我们会尽量在最快的速度 来把这个结果能够来告诉大家 但就连北市教育局 都担心小朋友课后去补习班 会有染疫风险 跟附近19间补习班沟通 暂时把课程改成线上模式 小心谨慎 避免疫情扩大 记者继阶李侯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